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讲说 红蓝心动 红蓝心动 红蓝心有动 我的内心才会有一些蠢动 然后我的恋爱就来了 夫妻共同那颗红蓝 它就比较明确的指的就是甘心 因为负重是你的感情状况 那就表示说 会有人想要跟你谈恋爱 甚至跟你结婚 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这个软喜心 好 大家好 虽然我一直提到说 指挥斗术它的主结构 还是在宫威跟珠心 辅心上面 但是有一些星药 确实在某些层面上面来讲 它对于主星的影响极大 早期的指挥斗术 它就是只有用18颗星 以它为结构 皇室把它设定为御用的命理术之后 它就开始吸收了 各式各样的命理学绑定进来之后 去完备它的整个状况 软喜心也是其中一个 在这个绑定的过程中间 当然就有的是比较具有影响力的 有的影响力就没有那么的高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讲说说 有些星药其实平常根本很难用得到 不过软喜心却是我们常常会用到的 命理盘上面会有一个我们每一个人 天生与生带来的软喜心 红蓝星的设定它会是从十二宫里面 卯的那个宫位依照你的生肖 逆时整周 譬如说你的生肖如果属老鼠 你的红蓝星就在卯的那个宫位 然后红蓝星的对宫就是天喜心 这个是斗术盘上面的软喜心的寻找方法 除了这两颗之外很多人不知道说 其实我们还有一颗流年的软喜心 2023年的生肖术兔 所以我们就从卯的那个位置 逆时整周 所以它就是卯、银、丑、子、鼠、牛、虎、兔 所以今年的2023年的软喜心 就会刚好落在植物的位置 刚好这个位置会是今年2023年流年的植物宫 当然也有可能它刚好会跌到你的大线 或者是你的本命的夫妻宫 所以也就是说实际上 我们会有自己本身带的蓝星 也会有外界环境 因为流年所带进来都是外界环境带进来的 的蓝喜心来影响我们 对于蓝喜心的解释 一般来讲最简单的解释方法 红蓝星就是想要谈恋爱 天喜心叫加油喜事 古人叫什么叫加油喜事 就是想要生小孩 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常看笑讲说 你十二宫绕一圈 每一宫会算一个月的时候 刚好谈了恋爱之后 隔了半年就准备生小孩了 虽然现在有很多人是先生了小孩之后 隔了半年再准备下去结婚 总之呢 蓝喜它刚好在对面宫位 原则上 红蓝星我们会把它视为说 你自己有想要恋爱的迹象 当红蓝星在你的命宫的时候 不管它是在本命的 或是大线的 或是流年的 这颗红蓝星呢 一般来说如果说它是本命的 那当然就表示这个人 他天生就有比较好的异性人分 比较愿意跟异性所接触 那如果是运献呢 当然我这十年 哇我特别想要得到异性的注意 那如果是在夫妻宫呢 那会表示说 本命的话我在情感上会比较容易去吸引到异性 所以它会更精确的表示说是在感情的层面上面 那本命的那一颗它会比较大的范威指的就是异性 不见得是情感 夫妻宫的那颗红蓝 它就会比较明确的呢 指的就是干亲 男女之间的干亲 如果说呢你在运献里面呢 你的命宫出现了红蓝星表示说 你有想要谈恋爱结婚 如果是夫妻宫 因为夫妻宫是你的感情状况 那就表示说呢 会有人想要跟你谈恋爱 甚至跟你结婚 基本上红蓝呢 我们会这样去解释它 不过这中间呢 它还要就有一些小小的区分 也就是说呢 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啊 他第一大线 红蓝星做夫妻宫 那时候他才12岁 难道那个时候他想结婚吗 当然不可能 他顶多只能说 小学的时候 班上男生都很喜欢他 以现在的人来讲呢 第二大线呢 有没有可能 第二大线呢 你如果要跑去结婚 现在的爸爸妈妈呢 可能会觉得说 哎呀你可不可以 好好念书啊 等大学毕业之后 所以在古代呢 大概有可能 在现代呢 也不太可能 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呢 如果说我今天已经八十几岁了 我就躺在那个洗肾中心里面呢 然后我的命宫呢 出现一颗红蓝星 那是不是表示我躺在那边 我看到那个火辣的忽视 我很想要谈恋爱呢 我当然不能说 完全没有这个可能啊 可是呢 原则上来讲啊 年纪大的红蓝星 尤其他如果跟杀星放在一起 那他会比较可能啊 是跟雪光有关系 那第三个 如果他不是放在命宫跟夫妻宫 他是放在极恶宫 放在本命的 那会说啊 你可能长得很漂亮 因为很有异性的吸引力 你的身体 可是如果他在蕴线中间 在极恶宫 而且困惑有杀星 那我们就要注意 那这个就有可能是雪光 因为红蓝跟天喜 其实也代表血液的意思 红蓝跟天喜星啊 传统上面呢 确实他会代表了 我是否要谈恋爱 我是否想要结婚 可是呢 他不会只有谈恋爱跟结婚这件事情 既然他不是只有这个样子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啊 这个所谓的红蓝星洞 我接下来没有红蓝星碰到的位置 那是不是说 我这个大线 有红蓝在夫妻宫 但是我下个大线没有 下个大线没有 再下个大线没有 然后我就80岁了 那是不是说 我这个大线呢 没有去结婚 后面就没有机会了呢 各位朋友啊 大家认真的想一下 我们的人生中啊 有多少人啊 结婚是真正为了爱情 很多 但是是不是也有很多人 结婚其实不是为了爱情 他会为了各种各种的原因 希望人生有好的依靠 跟前男友生的小孩 有一个社会学上的爸爸 希望可以逃离他自己的家庭 希望自己不太孤单 但他不见了觉得那是爱情 红蓝星啊 基本上所代表的啊 就是我们对爱情的期盼跟想法 在命宫 我们自身有这样的情况 在夫妻宫 我们感情状况中间呢 我们自己之外还会有人 一起参加的这个行为 所以叫做有外人呢 会有喜欢你的机会 但是呢 关于结婚这件事情呢 结婚的原因有非常非常多 甚至你红蓝星动了 你也不见得想要结婚 在现在这个年代来讲 因此啊 结婚其实不等于 是红蓝星要在夫妻宫里面 很多面试误解 他会觉得说呢 如果你红蓝星不在了 那你可能就没有结婚的机会了 但实际上呢 红蓝星呢 它并不是这样子适用的 关于软喜心啊 大家其实真正要重视跟注意的 我知道 不是软喜的什么雪光啦 那个磕甲生命这个事情 而是 老师我到底什么时候会结婚 想要知道更细节的呢 我们来告诉大家说啊 看结婚不只是只有看软喜心 这个可以在我们会员频道里面看到 我们详细的告诉大家 怎么样啊 可以知道你结婚的时间点 谢谢大家 会员频道呢 每个月固定一定至少上四支影片 那这中间会包含了更精细的每月预测 让你每个月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可以知道自己要干嘛 会有一支到两支呢 更精细的命理上的技巧 比较详细的 我自己在解盘的技巧跟方式上面会怎么做 然后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的命盘 我们会怎么解析它 比如说怎么看凶杀案啊 或者怎么看家中因为闹鬼 它带到癌症啊等等等等的 一些比较细腻度的解盘的逻辑 我们每个月会固定有一个时间呢 会做直播 我们就开放会员上来 你可以在线上面的在直播过程中间呢 当面的来聊 你有什么样抖树档的问题 提出来看来说 你们会希望在会员频道里面听到什么